第1131章 测试 他便是从那神秘的雪白车臼上见过 因此他明白 这徽章正是那丹羽五大家族之一的丹家的徽章 你 你没事吧 少女从地上撑起身来 确确地看了硝烟一眼 低声问道 听得少女的声音 硝烟的心神 风采从那丹家的徽章上转移而开 目光惊激地望着面前的少女 先前那般惊恐的一幕 令得他现在的心脏都是不住地跳动 在刚才他分明地感觉到 这少女身体之内 爆发出了一种极为诡异的犀利 而在这种犀利之下 连他体内的灵魂都是有种忍不住 被吸出来的恐怖迹象 揉了揉手掌 硝烟不着痕迹地围退了一步 这少女虽然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 但却透着一分诡异 而且她还是那最为低调的丹家之人 这就由不得硝烟多加一个心眼了 哦 没事 见到硝烟摇头说没事 少女这才轻松了一口气 但妄想硝烟的目光有些奇怪 似乎有点诧异在碰出了她之后 居然能够安然无事 那个 不好意思 少女在硝烟脸庞上扫了扫 对着硝烟道了一声歉 然后便是不带硝烟回话 转身便是飞奔离去 会如人流中消失不见 望着这一举一动 都是透着些许怪异的少女 硝烟眉头也是忍不住地照了起来 隐隐间 她感觉到这少女似乎并不简单 硝烟 跟我来 在硝烟若有所思间 夜中的声音却突然地 在其耳边响起 旋即硝烟连忙回过神来 望着那走到她身边 眉头微皱的夜中 问道 可以去了吗 夜中点了点头 迟疑地一下 说道 我打通了一下关系 让你可以使用特殊测验室 但如今的那测验室之内 还有这一点其他人 我看或许要不明天来 望着夜中那有些黯然的神色 小炎眉头一挑 说道 是其他家族的人吗 文言夜中愣了愣 旋即苦笑着点了点头 叹道 唉 正好白家与邱家的人 也正在里面测试 以前这两个家族 一直被夜家压在下面 如今他们好不容易翻身上来 自然是小人得志 每次见面都会被他们 借此取笑 我这老脸倒是没什么 就怕他们对你说点什么难听的话 硝烟笑了笑 拍了拍夜中的肩膀 说道 来都来了 难道还空手而回不成 见状 夜中迟疑了一下 只得点了点头 说道 好吧 到时候他们说什么 你就当做没听见就好 化落夜中便是转身 对着一处特殊通道行去 气候消炎紧碎而上 两人在周围依照到 惊叉的目光中 顺利地从那特殊通道之内行进 在经过一段略为有些昏暗的通道后 明亮的灯光突然地在前方出现 消炎二人顺着灯光前行 旋即一间极为宽敞的房间 出现在了二人视线之中 这间房间颇为宽敞 而且极为的有景 外居的喧哗之声没有半点传进来 此时房间之内 正有的将近十来人站于其中 而他们的目光现在也正停留在 消炎二人的身上 嘿嘿 夜中长老 没想到这一次又是你带人来参加考核 看来其他人也都知道 这差事比较丢脸呢 消炎两人刚刚行进房间 还不再说什么话 一道尖酸刺耳的笑声便是传了进来 消炎脸色不变 目光顺着声音转移开去 却是见到一名身着灰色衣袍的老妇 正咧嘴满口黄牙 目露讥讽地望着他二人 在灰衣老妇的身后 站立着三名身着白衣的年轻人 两男一女 三人的脉象皆是不差 特别是那白衣女子 焦躯心肠 性感的身体凹凸有致 极为的具有诱惑之力 其身旁的两名男子 目光不断地汇聚在那身体的一些部位之上 眼中有着火热与贪婪 白衣女子似乎看上去极为的冷傲 美眸扫向消炎与叶重视 眼中有着难以掩饰的不屑与嘲讽 如今的叶家已经连五大家族的名头 都是保不住了 说起来倒还真是有些丢脸 这填造的老婆子是白家的人 对于老妇的讥讽声 叶重脸皮微微一抽 对着消炎低声道 消炎微微点头 目光转向另外一边 那里同样有着三人站立 领先者是一名黄衣老者 在其身后则是一男一女 这两人男的英俊女的秀丽 看上去倒是显得格外的男才女貌 这三人虽然并未出言讽刺什么 但目光只是一扫 便是转移了开去 这种不屑的轻视更加的令人愤怒 对于这三人 叶重虽然并未介绍 但消炎也是明白 他们应该便是那所谓的邱家之人了 叶家的人也到了吗 在房间内 还有着一名身着紫色炼药师 袍服的白发老者 在他见到叶重时 脸庞上的笑容倒是要真诚了许多 显然与叶重有些交情 麻烦韩丽长老了 叶重对着白发老者拱了拱手 客气地说道 哎 你我二人还客气什么 健壮被称为韩丽的老者 确实叹了一口气 说道 好了叶重不要再啰嗦了 我可不想因为你们而耽误时间 这小子便是你叶家此次派来的人吗 怎么连等级徽章都是没有 难道是从没在丹塔拿过不成 灰衣老妇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玄机看了萧严一眼 冷笑道 我还真没有在丹塔拿过一次徽章 我这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对于灰衣老妇的积逢冷笑 萧严却是极为老实地说道 嘿 果然 闻言灰衣老妇嘴角泛起一抹刻薄笑容 其身旁的那名冷艳白衣女子 也是略微有些不屑地看了萧严一眼 声音平淡地说道 这特殊实验室 除非是考核无品以上的等级徽章 方才有资格进入 这一点 叶重长老难道不知道吗 管好自己 白家的人如今教养也真是越来越差了 叶重面色一沉 终于是冷喝道 听得叶重的冷喝 白衣女子脸颊也是微变 玄机冷横了一声 嘿嘿 几年未见 叶重你倒是脾气越来越大了 不过若是这一次的考核 你叶家进不了天三的话 恐怕就得自动地撤去五大家族之一的名头了 灰一老父自笑道 好了 这里是圣丹城 可不是你们自家的领地 若是有意见的话 便去其他地方测试 那名白发老者 此刻眉头也是一皱 沉声道 见到白发老者开口 房间中方才安静了许多 按照先来后道 邱家你们先测试吧 白发老者目光转向那一直都是为参加对话的邱家三人 淡淡地说道 文言那名邱家老者身后的一男一女迅速上前 对着白发老者恭敬地抱了抱拳 你二人准备考核什么等级的徽章 白发老者目光一扫随意地问道 六品终极 听得此话 那白发老者眉头一挑 有些诧异地看了两人一眼 这般年纪便是能够考核六品终极 已经算数是相当不错了 看来邱家这些年也算是有些人才 你二人先暂时等等 一会儿进入悬门 里面自会有人给你们测试 白发老者指着身后的四扇大门 靠左的第二扇说道 这两名迈向不差的一男一女 皆是点了点头 退后一步 目光对视一眼 有着些许得意 白发老者的那分诧异 令得他们相当的满意 白家呢 想要考核什么级别 见到白发老者将目光转过来 灰一老妇身后的两名男子 率先站出来 狼声说道 六品终极 这两人声音不小 也是直接令得先前那邱家一男一女的脸色微变 旋即鼻中传出滴滴的哼声 在接着这两人之后 那名冷艳的白衣女子也是缓不上前 说着六品高级四个字 闻言那邱家的那位老者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而那灰衣老妇则是一脸的得意笑容 不错 白发老者 白发老者缓缓地点了点头 这白家人才济济呀 比起叶家 想到此处 白发老者心中叹了一口气 目光转向叶仲 说道 叶仲 该你们了 他的话一录 房间之内的目光瞬间全部汇聚在了硝烟身上 这些目光中 皆是勤者淡淡的不屑 叶家这些年丢的脸可不算少了 在那众多目光中 硝烟缓不上前 看了白发老者一眼 说道 这里最高的测试等级有限制吗 文言白发老者一证 其他人更是绩效出声 文言白发老者说道 七品中级便是我这里测试的极限 因为老夫都只是七品低级 你想要测试什么等级 硝烟缓缓地点了点头 随意地说道 那我便测试七品中级吧 此话落下 房间内的绩效声顿时嘎然而止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破仓穹》第1132章 1132章 七品中级炼药师 房间之内 戏份因为硝烟先前一句话 变得异常地安静下来 一道道目光 愕然地望着前者 片刻后 愕然方才消散 逐渐地转化成些许思想 叶仲 你叶家的人什么时候也会玩这般滑重取宠的把戏了 这里是丹塔的测试点 可不是你叶家的测试点 那名灰衣老妇率先回过神来 冷笑道 对于他的冷笑 一旁的那三位白家年轻男女 也是将嘲讽目光转向了硝烟 颇有种看好戏的模样 他们可不相信 这从来没有来过丹塔测试的一个小子 居然还真有资格 考核七品中级的炼药师徽章 丘家三人 虽然并未表现得如何向白家那般冷笑 但目光也是怀疑的在硝烟身上来回扫事 显然也是觉得这小子在虚张声势 这里可容不得开玩笑 你确定你要考核七品中级的等级徽章吗 那名白发老者也是目露惊疑的望着硝烟 玄机面色凝重的问道 在说着话时 其目光也是转向了硝烟身旁的叶重 但在见到那脸庞上的些许笑容后 心中的惊疑不由得更甚 难道这小子还真有这能力不成 如此年轻便是七品中级炼药师 这可有些了不得呀 对于白发老者的问题 硝烟依旧是点了点头 玄机抱拳道 麻烦韩长老了 不知道考核七品中级炼药师需要什么步骤 见到硝烟依旧坚持 白发老者脸色也是越发凝重 这种场合如果前者不是傻瓜的话 应该不会拿这个来自取其辱 但即便如此 可他心中还真的有些难以相信 既然你坚持那便随你吧 希望你没有说笑 另外叫我韩直士便可 长老之名我可当不起 缓缓地点了点头 韩丽只得说道 硝烟微笑点头 一旁却是响起了一道道滋笑之声 他目光微移 却是见到白家那名冷艳女子 唇角正擒着一抹讥讽的冷笑 显然对于硝烟这等作为 他感到极为的不齿 原本按照正常情况 他的考核等级是最高的 而他也将会成为理所当然的 这间特殊测验室之内最耀眼之人 但如今这种瞩目的状态 却是被硝烟忽乱地给打断了 他自然是心中会不爽 而且在他心中 也一直都是认为 所说的考核七品终极等级徽章 完全是在哗众取宠而已 凭借着那已经落败的 不能再落败的业家 怎么还可能出现 这等连白家都是比不上的天才 对于此女的轻视词笑 硝烟倒是一笑而过 他硝烟所经历的 可远非这种在家族之内 受着无数追捧而长大的女人 能够想象的 对于他这种幼稚的敌对不屑 基本上他的心境都不会因此而有所波动 既然都已经决定了 那么便开始吧 韩丽挥了挥手 然后指着身后的四扇大门 在这四扇大门顶上 各自有着一个古朴的字体 天 地 玄 黄 考核 考核六品中级的进入玄级房间 高级的进入第一级房间 话音一落 他目光转向硝烟 说道 你的话便先等他们考核完毕 然后我亲自带你进入天级房间 为你测试 萧妍微微点了点头 其他的人各自进入房间吧 见到众人没有疑 韩丽也是一点头 说道 文言 那除了萧妍的五名白秋两家的年轻男女 皆是分批进入那代表着等级的房间 而那位白衣冷艳的女子 倒是犹如一只傲慢的天鹅般 独自地行进她那地级的房间 而其余四人则是尽数走进玄级房间 随着五人各自进入房间 这里也是逐渐的安静了下来 萧妍随意站立 眼眸在周围略微一扫后 便是徐徐的闭目养神 那白家的老妇目光斜瞥的萧妍一眼 却是不甘寂寞地坚声道 叶仲 现在你叶家教导出来的年轻人呢 倒也是越来越嚣张了 难怪这些年都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叶仲冷笑一声说道 哼 狗掌人士 老夫只是不想跟你争吵而已 凭你七品低级的等级 可还没资格让老夫重视 当年我叶家事大时 你倒是忘记了你那副怂恙了吗 叶仲突然间的激烈言辞 令得那老夫脸色瞬间铁青了起来 目光阴森地盯着叶仲冷笑道 哼 好 你这话我记得了 等你叶家从五大家族中出名时 我会让你为你今天所说的后悔 一旁的邱家老者眉头皱了皱 他虽然也是有点看不起越家没落的叶家 但也不至于这般的落井下石 毕竟这等家族谁没个起起乐乐 谁不可能肯定人家不会再度崛起 甜噪 白家的人不仅小的没教养 连老的也是如此 对于灰衣老夫的奸生 叶仲也是脸色阴沉 然而不带他说话 一旁的萧妍却是浑缓地睁开双眼 冷冷地瞥了一眼前者 淡淡地说道 小杂种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跟我这般说话 萧妍的这话 直接是领得灰衣老夫脸色阴沉下来 叶仲实力比起他要强一些 因此对于他的冷笑 他倒是能够忍一些 但萧妍在他眼中 却只是一个小辈而已 话音一落 那灰衣老夫身形一动 便是闪电般的夺来 锋利指甲犹如刀锋一般 毫不留情地对着萧妍喉咙 便是滑了过去 漆黑双眸望着那闪躲而来的老夫 萧妍眼眸微眯 秀中的双手缓缓握起 体内斗气也是在此刻流转而动 他并不介意在这里给这位填造的老夫 留一个难忘的教训 住手 而就在萧妍体内斗气喷涌 准备着出手间 一道人影却是突然闪现在其面前 冷声喝道 这里是单塔分塔 可不是白甲 给我收点点 望着那挡在萧妍面前的寒礼 灰衣老夫脸色温辨 旋即身形一动 退后了两步 目光森然地盯着萧妍说道 小混蛋 以后不要让老婆子我单独碰见 不然的话 我不介意让叶家损失一个后背 话到最后 老夫那阴冷的目光 却转向了一旁 一直纹丝不动的叶仲 对于他的阴森目光 叶仲脸庞上 却是浮现一抹乖义的笑容 若这个老婆子知道 连冰河谷的天蛇 都是被萧妍打成重伤的话 那他还有胆子说这话吗 萧妍目光平淡地 看着灰衣老妇一眼 袖中手掌缓缓瘫开 若非韩丽突然出手的话 那现在这讨人厌的老太婆 现在怕是已经 再没有多说话的力气了 萧妍这份平淡的 近乎末世般的目光 令得灰衣老妇的眼角 有种抽搐的冲动 这个小子虽然并不怎么开口 但那一己欲动 都是弥漫着无言的嚣张 这一点令得他相当的不顺眼 那一旁的秋家老者 目光也是在萧妍身上顿了顿 玄机摇了头 心中暗叹 这叶家的年轻一辈 现在果然是不行了 如此场合 得罪一名白家的强者 这可不是什么理智的行为呀 在韩丽出面之后 房间之内倒是平静了许多 那灰衣老妇望向萧妍的眼神 倒是越发的森染 令得人有些不寒而理 这番有些诡异的安静气氛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那紧闭的玄机房门 终于是缓缓打开 玄机四人缓步而出 除了一位脸色战红之外 细于三人熏口处 都是佩戴上了一枚徽章 徽章上火焰营绕 现出一座塔形 塔身上六枚紫金色的星辰 散发着四眼光芒 六枚紫金色星辰 若是细心者查看的话 便是能够发现那第六枚 比起先前的五枚要略显得暗淡 而这也是中级的标志 如果是低级的话 则是要更加暗淡 但若是高级的话 则是与其他星辰一般的璀璨 六品终极测试完毕 邱家两人通过 白家一人通过 韩丽看了一眼四人 然后缓缓地说道 文言那邱家老者的脸庞上 也是浮现一抹笑容 而那灰衣老妇倒是眉头一皱 旋即狠狠地瞪了一眼 那未曾通过测验的男子 就在韩丽这番雨落之后不久 那紧闭的地级房门也是徐徐打开 那一身白衣的冷艳女子 踩着依旧骄傲的步伐 环步而出 在其丰满的胸前一枚徽章闪耀 其上有着六枚积极璀璨的紫金星辰 六品高级 六品高级测试完毕 白家通过 听得韩丽的宣布声 那冷艳女子脸颊上的骄傲笑容更是突然扩大 感受着那射来的道道羡慕的目光 心中的虚荣心倒是得到了不小的满足 踩着步伐 冷艳女子来到灰衣老妇的身旁 玄机目光饶有兴致的盯着硝烟 她倒是很想看看 后者现在该怎么为她的哗众取宠而收场 接下来便是七品终极的考核了 这会是由我亲自出手 跟我来吧 韩丽目光有些无奈的 看了一眼 有史至终无动于衷的硝烟 摇了摇头 转身对着天极测验室行去 见状硝烟倒是未曾有什么迟疑 跟着她 然后两人缓缓地消失在房间内 那一道道目光之中 灰衣老妇等人虽然考核完毕 但却并未立刻离去 反而是目露讥讽地看着夜众 阴声怪笑道 嘿嘿嘿 我倒是要留下看看 待会儿那小子测验不过之时 嘴巴还会不会那般刁钻 夜众 今天看来你又要多丢一次脸了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豆泼苍穹 第1133章